炒辛鮑菇 炒口味重的口味 葱爆辛鮑菇 口味比较重 醬爆 炒香 炒香 炒到差不多就熟通架 拌掉了,可以下了 口味比较重 炒香可以下嗎 這樣就可以,辣椒不會辣 炒香 同時先下去,因為這些沒有再炒 全下 沒有要炒,我要炒 你要炒什麼 你要炒什麼 要夠了 把它炒 沒有必要再炒 炒香 火大一點,太小了 要轉煩 要用油力變 要有油力變 味道會補的出來 燒一把 我覺得這個火會比較重 有時候要加半盤醬 另一半 我幫你再炒 你現在走怎麼樣 適量 適量 多一點 才會重一點 呃...呃...呃... 呃...呃... 會太好 剛好就好啦 就多多多屁 炸魚 這就是大... 為什麼大人就是這樣子 嗯... 好啦...請他先下來 請他下來 你炸魚就炸魚啊 還要我還要炸魚啊 稍微酸一點去掉 你還叫我炸炸炸 你以為你會在那個 炸炸炸 好啦...好了... 辛巴菇下去啊 辛巴菇下去了 炸一下 然後...等一下米酒下去啊 你先加點水啦 不要讓他超渣啦 去補些水下去 去補些水下去 我讓你炸一下 你去加水 你加水 你太乾了 你還沒加米酒啊 等一下啦 下去 好... 多大一點 讓他... 他順了 然後等下慢慢收拾 豆瓣醬會很難鹹的啦 所以你味道要... 等一下試一下味道再調 多大一點 吃吃那個豆瓣醬的味道 看他爭脹要醬 我們要自己...自己爭脹 豆瓣醬汁 不是這樣子沉著...全都出來了 瞭解我...瞭解 滾了...你先看味道怎樣 那個...要調 你用一點那個... 喝看看他醬汁的味道 有沒有鹹 不要讓它調味 先喝看看...它滾了 對...先試一下點進啊 用力要這樣... 不會燙啦 沾起來... 對...不會燙... 不會啦...要試試點進而已 跟我邊不會燙嗎 你中心沒有在調味了喔 吹一下就知道味道是鹹還是怎樣 等一下...去要怎樣 是有沒有鹹 有嗆 它有沒有鹹啦 鹹味夠就不用了 米酒...米酒下去 加點 看他加什麼齁 米酒加點米酒下去 等下起鍋的時候加點醋 或變醋 OK 把他酸酸甜甜的 這個就不用加太多啦 那就可以了 差不多了...這個放下去 這個...不要讓他煮得太那個 最後就沖全下了 這個浪上去... 這樣這個好看 炒到有點快收汁啦 然後... 再加點鍋邊醋 不等一下沒有啦 我過去就煮啊 冰箱拿一下醋 小心一點...火裡關啦 淋一點鍋邊醋 那...自己呢 鍋邊醋...一定要...醬油什麼都要鍋邊...淋啦 淋鍋邊 多一點沒關係,要量太少了 有點像肉的感覺 洗鍋前,硬點鍋跟香油上就好了 然後蔥 蔥就下了,全下了 蔥就全部下了 吃蔥就比較聰明一點 因為我們這個有需要花椒味,所以等一下會硬上一點花椒 西川味比較冬 起鍋前,再灑一個這個 翻炒一下,把蔥的味道炒出來 等一下炒好再淋滾,等一下會有蒸氣 有大一點收拾 好了,可以了,關掉了,我去拿盤子 等一下起鍋淋滾到那個,我去拿盤子 我覺得要口味重一點 就把不好吃的食物變成好吃 要花花綠綠的,多好看 西瓜菇也像人家拿來做單杯雞口味 什麼口味啊,就是素食的肉 其實它沒什麼味道 它不會像某種菇類很香 以前我吃到外面拌,多鮮甜 這種起鍋味就沒什麼味道了 OK啦,來拍一下,拍一下後面照 那你吃看看 吃看看 吃看看 還剩一兩塊 會沾黏了 所以我不想切太扁了 有時候切立體一點會比較好 你剩下味道可以嗎 可以下飯吧 吃那個醬香味 可以嗎 杏鮑菇好像沒 杏鮑菇沒什麼味道,對 杏鮑菇很沒味道,要靠醬汁巴附它 杏鮑菇本身不會有什麼鮮 OK,好啦,分享到這邊啦 掰掰,再見